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很愛用的六樣外出旅遊必帶的好物 在2020年必帶 為什麼會說這支影片呢 就是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年初的時候大家都被悶壞了 因為大家最近疫情的防疫都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終於又可以比較安心的開始出去外面旅遊了 雖然說真的很幸福很開心很興奮 但是但是 疫情並不是完全的結束了 所以防疫還是得做 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去找說 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讓我們出去旅遊 可以更安心 也可以讓我比較省時省力 那第一個最重要出門一定要帶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保健包 以前保健包裡面只需要放蚊蟲藥 或者是一般的感冒藥做備用就好 可是現在呢最重要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需要有口罩 然後還有酒精擦拭精 因為最近就比較放鬆 所以很常有時候出去的時候就會忘記要戴口罩 你把它整理好一包放在包包裡面 那隨時你如果要換包包的時候 再小小一包更換也都很快 就比較不會發生說我今天要進去把握公司 然後突然沒有口罩我沒有辦法進去的狀況 然後這個包 是我上次在整理豆爸的工作室的時候找到的 它上面竟然還有印衣跟媽祖 放在裡面一包就感覺好安心 隨時有被Burby的感覺 好 那再來呢 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超好用的東西 它是一台手持的蒸氣掛湯機 它這個牌子啊它叫做H.Y.D. 我一直都沒有想到說蒸氣掛湯機已經進化到變成可以手持這麼小一台 然後還可以隨身攜帶 我以前有買過一台超大台的 下面是有那種水箱 然後上面有一根長長的很像蓮蓬頭一樣 長長的衣架然後再加一支蒸氣 超大支的然後整個就是很定的耶 現在這個做得超漂亮的 小小一支 然後啊它整個就是拿起來非常簡單 手感很好 然後也沒有以前那種塑膠的味道 那我為什麼會帶這一支呢 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呢其實就是因為說 我們現在很常出去外面旅遊 大概90%的時候 衣服拿出來就都會是皺的 那在外面燙衣服也都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出去外面大部分都是要拍片 那衣服皺皺的也不好看 住五星級飯店然後你整個人跟菜貨一樣走來走去看起來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一台就超方便的 而且它體積很小 我可以直接就塞在行李箱裡面 第二個 第二個原因呢是因為 它在官網上面寫出它的陶瓷面板可以到140度 它可以除層除滿 所以如果對環境衛生比較要求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出去然後去燙那個飯店的枕頭 或者是背套這樣 你就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然後還有像是我們家又有貓 然後我們又是布沙發 豆哥在這上面露的時候就都會過敏 所以現在就是會拿這個來燙我們家的沙發 就用完以後你就會覺得好像比較乾淨比較安心一點 這次我用到現在我真的覺得超好用的 它真的操作上也很簡單 它下面就只是一個槽 你只要在這裡面加水 然後 插上插頭 你就會再按這個鍵 蒸氣就會跑出來了 我以前買的那一台 你插上插頭以後等超久 那個蒸氣才會這樣慢慢慢慢的出來 而且可能這是用了大概10秒鐘之後就又沒蒸氣了 這台真的蠻神奇的 它這邊會有個燈顯示 它只需要30秒的時間它就會從紅色轉到綠色 你就表示你可以開始用了 然後你就是按一下這個鍵 它蒸氣是不間斷的會一直噴出來 所以它燙衣服就變超快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必帶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這個東西 它真的很神奇 它是一隻筆狀的東西 你會覺得我為什麼要帶一隻筆在身上 可是啊 它是一個日本很有名的牌子 它叫做加護靈 最近2020年我才知道它這麼的紅 它說它是用二酸化鹽素分子的這個原理 然後它是用氣體揮發去 去克制你環境周遭的一些細菌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它這個很神奇 雖然說我是看不到我身邊的細菌有被抑制 可是你只要這隻東西帶在身上 你就會覺得安心很多 它裡面啊就是長這樣 它這個一包來 裡面就是一隻筆 然後附兩個管給你 這管很神奇 它就是很像我們演唱會 可以看到的那個螢光棒 你要這樣折一下 聽到啪的一聲 它就開始揮發了 然後就是把它放進你的鼻管裡面 然後這 就這樣子而已耶 而且它這也都沒有味道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Supposedly它現在就是有在揮發氣體 然後它就可以幫助你進化你身邊的環境 是不是很神奇 不過它也是有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2020年現在這個東西就是很多人在使用 所以日本也開始全面禁止帶上飛機 就是你手持跟行李箱都不可以帶上飛機 所以要注意一下 然後接下來這個東西 就是我結婚以後 我從我以前只需要收拾一個人自己的行李就好 到說我現在需要收拾三個人的行李 之後我發現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它就是 收納袋 我真的是用了以後才發現說原來收納袋這麼好用 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可能衣服就只需要疊一疊然後放進去 因為自己一個人嘛 自己知道東西在哪裡啊 隨便找一下然後拿都很清楚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三個人 那我以前在收東西啊 就是衣服就是這樣 一件一件疊在一起 然後有空間就塞 有空間就放 這樣才帶很多行李嘛對不對 可是呢 這有個壞處就是說 像我們家有三個人 如果都放在一個小行李箱裡面的話 豆爸來或是豆哥來 抽一件衣服 其他的就全暖了 然後變成說 我可能在外面還要一個一個再去整理 就很麻煩很浪費時間 而且衣服可能會弄到地上 現在這個時期盡量能夠不要再接觸到外面的表面就不要接觸嘛 所以我現在就是去買了這種袋子 它有很多種大小 而且它上面又是做這種半透明的方式 所以你衣服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可以知道這是誰的 空間也都算不夠 我現在都會這樣一件一件的排好以後 豆爸一包 豆哥一包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一包 之後呢你去飯店 豆爸就說他要他的衣服 我就只需要這一袋直接拿給他 他自己打開自己一目瞭然 你就不用再弄亂我的衣服了 它還有這種不透明的 那這種像裡面啊 我就是裝了豆哥的零食 它就是可以做分類 那你這樣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就會比較簡單 也比較乾淨一點 最後這兩個東西呢 雖然它是比較歸類在寶寶用品裡面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實在是太實用了 現在這種疫情的狀態下面 我覺得連大人都可以用 一個呢就是這個B box的寶寶餐具 晾乾盒 它裡面打開來就這樣子 很簡單 每幾個parts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啊 我們出去外面旅行的時候 洗完奶瓶 我最多就只是拿一張衛生紙 然後就把它全部疊在桌子上面而已 可是那樣子 第一它本來就很難乾了 然後第二因為現在又有疫情的關係 這樣放也不是那麼的衛生 所以這就超方便的啊 你就可以把奶瓶啊 餐具 然後還有水壺啊 都可以放在這上面 然後就可以讓它自然亮乾 那我洗奶瓶東西要用什麼呢 我就在網路上面又找到了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攜帶式的奶瓶刷 超可愛的 它這個東西 就這樣 它這個東西真的超方便的 它很小 然後你放在包包裡面 真的超不佔空間 而且它不會像一般的 還有多很多把手給你 它這怎麼洗呢 就是你把你的奶瓶裝水 然後把它丟進去 蓋起來 然後就這樣子shake它 它就可以幫你洗了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奶嘴頭的那個刷子 它是用矽膠做的 這個東西是一個日本牌子 我也是在網路上面找到它 真的超酷 然後我也就會去買這種 攜帶式的分裝瓶 裝我們家裡自己在用的洗碗巾 帶出去 這樣子就是一個超強的組合 你就可以在外面輕鬆的洗他們的餐具啦 然後或者是你自己有帶一些水壺 你都可以來清洗 洗完以後你就再放那些上面晾乾 最後全部收起來 其實它也不佔多少空間 真的超方便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年 2020年旅遊必帶的好物分享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應該就是比較著弄在環境衛生跟消毒吧 那因為台灣相對來說 都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下 也是因為大家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真的很幸運 還可以在國內這樣到處趴趴走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這六樣好物的清單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下面的資訊欄看 那我會把連結都放在那邊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呢 也麻煩你現在再按一下下面的紅色按鈕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不會露掉豆爸的高質感旅遊影片 超高質感旅遊影片 謝謝 謝謝